他来了他来了 爱死之真人了 他终于来了 如果你喜欢红金妖女的高能刺激 那么这部剧就一定不容错过 全天充斥 暗黑 恐怖 惊喜 坏 赶紧爱跟你的大冤种一起唱 故事要从托尼家的天花板手起 他发现天花板上冒出个小叙叙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伸手一摸 用力一把 竟然被他拽出了一只大耗子 托尼被吓得屁股尿流 接着天花板扎裂 耗子如下角色 托尼整个人可被吓上 原来是梦一场虚惊 而这应该和昨晚有关 那夜 两个墓金校尉挖开了一个庙林场 他们顺走了少女身上所有值钱的董 但临走之际 被人枪指灭门 来人正是托尼 他是墓园的守卫 他抢回了财物 然后赶跑了这两个毛贼 转身就跳进了墓穴 可他不是要物归原主 而是扒开少女条嘴 金牙怎么能错过 乐极生悲 牙屎竟然掉了 这可是五百美刀 托尼趴在女士身边 伸手一跑 突然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定睛一看 是一只大耗子 托尼大赶晦气 他回到了小镇 但没金牙 他连欠的利息都还不够 债主撂下喊话 一周还不清 就将他慰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合作伙伴带来了个好消息 他是个收拾人 今天收了个大货 连一半的牙齿都是真金 他们约好了三七分 不豪落地的当晚 托尼就开始刀目 可当他撬开棺材 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身后传来动静 尸体正在被拖进一个地洞 这可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 托尼不想被危急 他大着胆子钻了进去 动力阴森恐怖 但此时的托尼满脑袋都是金牙 哪还管其他 他跟着尸体一路深入 但忽然 他被枯树枝戳到了眼 这痛得他不度颤抖 他拉起最回过手 却扯他了地洞 小心 乱石堆里伸出了一只手 托尼没死 但被吓得够强 忽然身后传来动静 竟然是一群老鼠 眼看越来越近 托尼慌不择路 但他哪里跑得过耗子 他被老鼠堵住了去 他们在他身上上蹿下吊 百忙之中 托尼掏出手枪 一枪过后 他大脚趾冒烟 看来他描错了方向 还好这也吓跑了耗子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急 托尼发现 隔壁有一只硕大的老鼠 还转眼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望着眼前的旁人大王 托尼抬手就是一枪 然后拔腿就好 巨蜀紧锤不守 更可怕的是 还知道抄金路 托尼上天无门 但下地却有洞 他掉进了一个深坑 这里竟然遍地开坑 但惊吓过后 就是惊喜 陪葬的珠宝所不送 托尼满载而归 现在只要想办法出去 那就 无人 他看到了一个雕塑 好像是一尊魔神 他的对面 有一尊信徒的孤独 最主要的是 孤独伤的吊吊 一看就不是吧 托尼两眼半光 着急忙慌就要拿掉水 可扯下瞬间 他被孤独一把抓住 排骨挣脱到下半身 用半截身体压住托尼 托尼被扯下了半拉耳朵 这痛得他气力猛生 眼看哭国又挣扎着 往他身上端 托尼爬起来就跑 他原路反归 但身上保护太多 被卡在了半空 他急得大喊哈利路亚 最终 以磨掉半存皮的代价 爬上了地骨 可刚到上面 他就看到旁边钻出来的巨蜀 后有骷髅追兵 前有拦路巨蜀 托尼明白 今天不能渗了 他手持黄金砍刀 打算拼死一搏 可惜这只是皮肤汗 一招过后 托尼就被制毒 但天无绝人之路 挣扎着 托尼又拉垮了山洞 老鼠被砸成了脚 托尼大难不死 刚松一口气 背后就冒出了爪子 看来哭哭还没放弃 托尼只能继续逃目 恍惚住 他看到了一束光 那是他生的希望 托尼欣喜若狂 拼尽全力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可他也看清 那只是一块匾 出不去 更雪上加霜的是 他的身后 涌入了一群老鼠 少青 现场只留下一声钉子 隔天 棺材被打开 托尼也被人盗了目 这证实 善恶中有望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